一条热脸生的女儿的父母们都有这样的体会,一会儿希望她成为优雅端中的小淑女,一会儿又希望她特地独行做自己,一会儿希望她能温和天让。 最近,《演习攻略》大火,我也正风看了起来,看了这剧,我有个意外的生活,我终于想明白了,自己要把女儿养成什么样了,女孩也要拼实力看看现在的玛丽苏偶像剧,给女孩们传达的都是些什么思想。 八道总裁爱上我演习攻略,和这些妖艳的剧不一样,女主出身底腾,但是自己是女强人,有才有料,秀功一流,办事利落,个人能力max,而且学心学习,善于抓住机会,通过自身不懈努力,实现了逆天改命。 这剧虽然Burke不少,但是这告诉小可爱们,女孩,也是要拼实力的,要学会保护自己延续攻略,的女主位英洛,多次遭遇危险,每次遭遇险境,她冷静沉着,会在第一时间想法子自救,由于仗义直言,她被同班出卖,身居高乐的高贵妃把她看作眼中钉,当魏英洛被高贵妃召见, 她马上就觉察到了自己身处险境,一时间尽上心来,装疯卖傻蒙混过关,从混乱的局面中全身而退,作为女孩的家长,我们更要帮孩子打好预防针,并告诉他们,这个世界充满危险,自我保护才是人生的必修客,女孩就要不好惹为英洛被欺负了,从来没有忍气吞声,被人刁难,用茶,水弄脏了被褥, 她直接破对方一大捅帅还击,警告挑衅者说,哇,被英洛,全身脾气暴躁不好惹,谁又是在嘀嘀歪歪,我有的是法子对付她,听着很爽很解气是不是,讲真,不好惹的女孩,享受的好处多着呢? 坏人专件让狮子捏,要想欺负不好惹的女孩,那首先得尽量尽量惹不惹得起,所以啊,我的女儿,也要鼓励她做个坏女孩